但是呢 我們來看張家德怎麼講好了 好不好 這個事情 他在跑完之後他有去按摩 因為他那個選手跑完以後 他的腳必須要進行按摩 然後他就說 他講了喔 來按摩結束也吃飽了 在感謝上帝之前 我先解釋一下地水事件 他人還在英國 他知道這個事情已經被網路鄉民罵翻了 他說這一次大型的比賽呢 可以有人在個人的飲料站做地水動作 這次因為是繞圈賽 所以只要三個人就夠了 他已經講了 你只要給我三個人 我這整個跑步就夠我滴水了 然後大會呢 因為他三站可以輪流 他有ABC三站 但是然後謝謝鄉民們的愛戴跟熱愛台灣 他知道大家在問他講話 大家在罵體委會在幹什麼 11年來馬拉松比賽他有31場 從來沒有人在比賽中替我滴過水 一次都沒有 所以我早就已經習以為常了 所以突然在比賽中 如果有人替我滴水 我可能也不太習慣 好心酸喔 然後呢 田徑隊呢 只剩下我跟總教練兩個人 其他比完賽的隊友 已經都回台灣了 在人手不足跟自己生涯的習慣之下呢 所以也就跟大會表示 不會有人去個人的水戰遞水 也不是只有 那麼衝到台北沒有人遞水啦 是看看運動員的習慣 特別有講到台灣的運動員才能人數過少啦 服務人員打折扣啊 那與其哭泣呢 不如持續的努力 然後來練習 他講啦 提委會 往上面一點 提委會澳委會人員 也是替我們服務跟翻譯啦 衛政展是誰 他意思是說 雖然沒有人遞水 但是在這個 所謂的 最好的服務 就是在這個 防務方面 比如說他如果受傷了 幫他看一下 他還是有幫提委會講話 他是一個很成熟的運動員 可是他剛才講的這個 我們大家來講一下 不要講啦 衛生 他是我拿去啦 他已經講出來啦 把他全文交登完 31場11年來沒有人幫他遞過水嘛 他代表中華台北 他代表台灣去跟所有全世界的選手比賽 他就是睡一覺 今天他是拿金牌以後 總統馬上發熱電 大家忙來合照 總統去遞水 對不對 沒有嘛 所以我意思說 心理素質非常重要 他已經提過了 最後講什麼 最後來我們再看一下 最後講什麼 最後在這邊講什麼 他說 他說 與其哭泣不如 不斷的繼續練習 訓練 謝謝大家的支持跟關心 我真的玩得很開心 那麼套一句非得樂說過的話 不要為我感到抱歉 這一次三個禮拜的奧運 是我生命當中最開心的三個禮拜 感謝上帝也感謝你們 更感謝台灣留學生 將榮耀歸給上帝 將我的正妹照片歸給你們 他還蠻幽默的 揮諧的 你再回去